赵黄晏也就是骑马出去转了一圈 人家回来就变成皇帝 这一切坏的就让人觉得恍如梦境 那么他回到开封城 他如何面对各方势力呢 会有人反抗吗 朝中的文武百官会配合吗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上一集说到 财戎自知大县将至 又因为木牌事件出现 就是迅速的 把张永德禁卫军首领 这个职位给他撤了 最后的目的 财戎就想以多方制衡的方式 帮助他自己即将继位的儿子 以便能控制住大局 实际上财戎已经把该能考虑的事情 都考虑进去了 抛开上帝的视角不谈 就从当时旁观者的角度 去看财戎的安排 看上去 确确实实的已经非常全面了 但是真的非常巩固吗 这个政权 在五代那种混乱时期 改天换日是非常容易的 你说有多少政权都是从小孩手里 被那些全臣 被那些大阴谋家瞧取豪夺的 那么到了后洲这种情况 难道就因为财戎 他这个安排这么妥当 这个情况能得到改善吗 想来也不会 如果所有人都安分守己 那就不是礼崩月坏的五代十国时期了 现代距离 我们也没少演 一个非常强大的集团最高管理者 忽然离世了 忽然下台了 心上位的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或者是年轻人 我们都可以想象 他会遇到多少艰难选阻 人心难测 现在我们有相对健全的法律 来作为保护依据 你心上位的什么总经理也好 董事长也好 基本上还是能安于其位的 但我们想一想 后洲时期跟现在没法比 几乎是没有任何保障 所以说那个时候财戎 哪怕他是天才盖世 哪怕他是绞尽脑汁 最终实际上也只能做到 他能做到的那一点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柴荣把一切都安排妥当 还是发生了陈桥兵变 在陈桥义 那个地方说句实话 全都是赵黄燕的直属部下 那么他回到开封城 他如何面对各方势力呢 会有人反抗吗 皇帝登基 绝对有一个必须要走的流程 朝中的文武百官会配合吗 哎 故事开始之前 别忘了啊 我们每期节目后 我们都有一个小彩蛋 附送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如果你有什么 还想要知道的 想要聊的 欢迎打在这个弹幕上 我们上一集说到周始忠 柴荣临死前啊 由于有那个点茧做天子 这个琛瑶小木牌 就解除了当时任殿前都点茧的张永德的兵茧 思来想去呢 他最终安排赵邝燕担任殿前都点茧 柴荣看中赵邝燕呢 就是因为他觉得赵邝燕非常值得信任 忠诚能干 当时赵邝燕呢33岁 年富力强 这样一个大将 肯定能够保质保量的 辅佐自己7岁的儿子坐稳地位 当然 赵邝燕当时虽然担任了中央进军殿前军的最高都点茧 但宫殿内的侍卫军那个系统啊 并不归赵邝燕管 那么归谁管呢 归当时啊 任世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的大将 韩通负责 为了平衡权力呢 柴荣啊 他还宣布韩通拥有国内的调兵权 他临死之前不放心啊 他就又这个公开宣布 所以当时整个京城开封的军队呢 只有韩通这个人可以调动 由此呢 当时这个赵邝燕呢 是殿前军的一把手 但他手里没有调兵权 由此可见 周世忠财中这种安排啊 看上去还是非常稳妥 就是使得地方势力 中央辅政大臣势力 以及禁卫军军队的势力 他们互相制约 最终呢 形成三方辅政 哎 能保证于平衡 最大限度呢 保持政权的稳固 但韩通这个人 根据史书记载 当时的外号叫什么 叫韩称眼 称就是称目结舌的称 称这个字的本意就是瞪眼的意思 可见这个韩通一说话 就瞪眼珠子 显然是缺少谋略 性格也非常刚烈 所以当时的人才叫他韩称眼 那么纵观整个 陈桥兵变过程 文臣武将当中 就后周的 唯一被杀的 就只有这个韩通 人算不如天算 虽然周志忠才忠 考虑了已经非常周全了 但是还要他料想不到的地方 首先纪念军方面 有侍卫司 有殿前司 赵矿燕呢 管殿前司 韩通呢 管侍卫司 看似平衡权力 实际上中央进军 殿前司的一把手是赵矿燕 而二把手目龙颜昭 那又是赵矿燕的铁哥们 此外呢 殿前司其他两个高级警官 石守信啊 王沈齐啊 也都是赵矿燕的铁杆哥们 因此 殿前司的将领 基本上都属于赵家军 韩通所管的侍卫司呢 虽然能够和殿前司 互相制约制衡 但韩通啊 当时只二把手 那么当时名义上 任侍卫司一把手是谁呢 就柴荣的亲戚 李崇晋 但这个人呢 当时他又任淮南节度使 他本人不在京城 而且呢 侍卫司属下不少高级军官 和赵矿燕的关系都非常好 都是很要好的哥们 反观的韩通 这个人呢 只会对他那些同僚啊 一块的上下级这些哥们吹胡子瞪眼 所以他情商很低 因此呢 朝廷军院军的视权 其实基本都在赵矿燕手里 那么至于辅政大臣方面呢 范智这三个辅政大臣都是文官啊 我们要知道五代时期 文官手里没有实际的军权 所以根本管不了军将 柴荣老丈 辅滅清呢 他所代表的地方军队势力 那根本就控制不了京城的中央进军 所以最终根本就无法 和这个黄袍加深的赵矿燕呢 来相抗 由此可见 你职位再高 还是需要处理好同事关系的 众人食材火焰高 一个人啊 绝对做不了一百个事 要想大家啊 这个乐意配合 你这个意志气使 没事吹胡子瞪眼 绝对是不行的 韩通在这方面啊 他要是有赵矿燕 一半心机 还一半情商 那就这个老赵的黄袍加深 这个戏也肯定就演不成了 由此呢 他这周事中 绞尽脑汁安排了三方辅正的格局 坚持半年就完了 陈桥兵变发声 赵矿燕一跃就成为新朝的皇帝 如果我们看宋朝人当时的技术 似乎是赵矿燕完全是天命所畏 这么憨厚一大黑胖子 看上去特别无辜 你看他喝醉了 躺着睡大觉 醒来之后 这哥们黄袍加深成皇帝了 仔细分析 我们后人 还是能够找出陈桥兵变的几大疑点 第一 一般都说 陈桥兵变的起因 是契丹和北汉军队 一块来入侵边境 当时大年初一 忽然就情报说 北汉和契丹军队马上要入侵了 急得当时那宰相范智和那王浦 马上派赵矿燕外出 带兵营敌 大年初二 赵矿燕 他副手 副都连检 慕容颜昭 领军出发了 大年初三 赵矿燕本人也出发了 到了初四 就在距离开封城 四十里地的陈桥义 兵变忽然发生 这大黑胖子本人又回来了 赵矿燕呢 也就是骑马出去转了一圈 把部队拉出去兜转了一下 人家回来就变成皇帝 到初五 年号改了 善未一事你也办了 这一切快的 就让人觉得恍如梦境 所以说最大的问题 就摆在面前 到底契丹和北汉 有没有在显德七年正月 入侵 这问题是关键 是一切后来结果的源起 如果当时没有北汉和契丹入侵 后州宰相范智 这些人不可能派赵矿燕领兵出去 如果赵矿燕他不领兵出城 也不会有陈桥兵变的发生 我们仔细查看宋史 还有包括李涛的叙斯日通舰长编 这些历史典籍 都可以发现 当时就根本没有契丹和北汉军队 联军入侵这回事 正是由于当时京城内外的军队调动权 在孩童手里 只有遇到外敌入侵这种大事 忽然情况的出现 朝廷宰相 这些人才有权力决定出兵 赵矿燕才能有机会把军队带出城 而一旦军队被带出城去 那肯定就归赵矿燕控制了 可见 所谓当时北汉和契丹入侵 绝对就是赵矿燕兄弟 还有他那些铁杆哥们 想出了一招大棋 第二 赵矿燕出城之后 喝醉了 这个问题 说句实话 破战百出 我们想一想 带兵出去打仗多大的事 赵矿燕作为总指挥 刚刚出城就喝个大醉 而且我们知道当时的宋朝 没有现在五十多度那些高度白酒 老哥们一下子就把自己整得这么高 喝多少酒 完全不喝情理 同时 他首先那些将领 各个的角色掩特到位 安排仔细 毫无披露 第三 黄袍和三位招书 出现太及时了 简直就到了可疑的地步 赵矿燕大醉之后 到第二天早晨刚一醒 他手下将士一拥而上 拿出一件黄袍就得给这哥们穿上了 跪下来高呼万岁 我们要知道当时的黄袍也是代表黄泉的 有哪个吃的豹子弹的将士 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 敢不在赵矿燕兄弟 他们知情的情况下 先把这黄袍藏起来 然后忽然拿出来给他披上 我们要知道 想当初后洲太祖郭威发动兵变的时候 都没有准备这么精细 只是他手下那些人随便找了一面黄旗 在他身上裹了一下 就当做黄袍来用了 那么陈桥兵变发生之后 赵矿燕当天返回开封了 都成变凉了 而后他手下马上集合文武大臣 举行膳位大典 下午的时候 文武百官到达 忽然发现还缺一份 以小皇帝 周公帝财中信的名义 写的那种膳位诏书 结果大周朝 前朝的汉林学士 汉林学士成旨 他的全部的官名 叫汉林学士成旨 叫陶谷的一文人 忽然从自己绣筒里 万万一掏 掏出一份诏书来 可见这份善未诏书 也及时令人甚觉诡异 汉林学士成旨是官名 就专门给皇帝起草诏书的 这样的一个官 专业干部陶谷写诏书并不奇怪 奇怪是陶谷 他是咱们提前知道 赵皇帝这个时候需要善未诏书的 显然事前已经有人安排好 他这样做了 善未诏书不是诗词 陶谷也是个诗人 词人 马上来个急救章 一下就能写出来 这种诏书需要绞尽脑汁 琢磨潜词造句 而且经常得几个人商量 非常非常难 肯定要准备好久之后才能写成 而且要让主人公 或者主人公身边左右 高级对随宰相的这些人 许可之后 同意之后 才可以拿出来 你看 一个巧合还有可信度 好几个巧合连贯发声 顺序都没错一丁点 你说这事先没排练过 谁信呢 当然了 根据史书记载 当了皇帝之后 赵皇宴对于这位吉时语 拿出来善未招书 文臣讨古 怎么说的呢 太祖慎博之 这也是在宋史卷269 陶古传中 这样写的 这就好像赵皇宴对这个 替自己精心安排 善未招书的文人陶古 这挺鄙视和轻蔑 其实呢 这就属于帝王全谋 赵皇宴为了让别人觉得 他自己厚得不知情 只能把陶古 说成是一个不厚道的人经 见风使舵的人 肯定是这个人不能得到我 真正的信任 第四个一点呢 那就是政编中被杀的那武将 就当时任斯维斯的那个 副都指挥使 那个韩通 他被杀了 韩通是周世忠 财荣临死前安排的 唯一能够调动 京城进军的武将 只有他有调兵权 所以他能够调领兵马 在朝中知道城外赵皇宴黄袍加身之后 韩通啊 也不闲着 立刻从宫殿 按议室的地方出发 准备回到自己家中 干嘛呢 召集自己的部将 进行安排布置 那根据史书记载呢 韩通刚回家 就被赵皇宴的亲信将领 王燕生 给杀了 而这个王燕生还挺狠 接着把这个韩通的妻子儿女 全部杀个干净 显然呢 韩通这个当时 唯一拥有调兵权力的将领 早就被赵皇宴的手下的 这小弟紧紧盯住了 难怪只有他被杀掉 当然了 根据历史记载 听说韩通 还有他家人 全部都被杀了 赵皇宴还挺恼火的 马上招来杀韩通的 自己哥们王燕生 斥责他 我前天都说了 我们这次回京不杀人 咱们你竟然把韩通给杀了 急事白脸的 就要处置王燕生 实际上这也都是演戏 自己安排的人 杀掉先前就认定 必须要被杀掉的这样的一个人 赵皇宴不可能处理王燕生 最终 他假装 愁出半场 咬牙切齿 又说了 既然我先天说过 这次回京 不杀人 如果我现在把你杀了 也就违背我的诺言了 由此 他也就没有处置这个王燕生 王燕生等于是自己的功臣 接下来 赵皇宴为了表示他自己人德 彰显忠臣下令 追赠死去的韩通 为什么呢 忠书令 如此荣耀的这种高官封赠 实际上对于韩通 没有任何实际意 为什么 韩通本人和他儿子 那几个儿子都被杀掉了 都成绝户了 你封赠他什么 荣贤都没用 如果说有什么用 那就是让赵皇宴 以这个行动 来树立他自己的这种 新朝皇帝仁德的高大上形象 可叹这位韩通 你看 死后 他还被赵皇宴利用了一下 从上面刚才讲的一些 一点可以推断出赵皇宴的陈桥兵变 其实他本人就是主谋 和总策划 但是呢 如果我们看宋朝人自己的技术 和稍后的史书 似乎赵皇宴自己的史前完全不知情 反而是他弟弟赵皇宴 和摩世赵普这两个人是主策划 那么如此蓄摸已久的军事政变 赵皇宴为什么要把自己摘出来呢 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毫不知情的角色呢 其间最大的目的就是赵皇宴 他要摆脱道德困境 在这个同时呢 才能稳定他自己建立的新朝 新帝国 赵皇宴呢 他作为后周的殿前都点检 你作为前朝皇帝周世忠柴荣 这么信任的一个人 你看 其他寡妇与孤儿 篡取国权 这种恶名 赵皇宴他也知道 虽然他是武将啊 历史肯定是有记忆的 你看前代曹操大丞相大英雄 扶持汉先帝十几年 到他临死 大英雄曹操 他都不敢把汉朝给篡了 他就是不想 也不敢担负篡国的恶名 这种道德困境呢 也是赵皇宴他自己要面临的问题 所以呢 为了避免自己创国的这种恶名 赵皇宴他也就找他手下那帮人 那帮兄弟 包括他自己的弟弟 包括他自己那些铁哥们 就叫这帮人背黑锅 搞得呢 好像就是这帮人 为他们自己荣华富贵 逼他当皇帝 由此呢 陈乔兵变这么一场政变 说成这样 说自己被逼的 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彰显赵皇宴我自己天命所归啊 由此呢 使得宋朝政权的更具合法性 毕竟呢 历史是胜利者输协的 所以啊 在公元九百六十年 这一年的正月初五 本来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赵皇宴 他忽然就变成了新朝 大宋的开国皇帝 当然了 我们上面解密了这么多 陈乔兵变的背后事实 最终目的呢 还不是说贬低赵皇宴 把他说成像王莽啊 那样的创国贼 无论如何历史选择了赵皇宴 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幸运 通过陈乔兵变 赵皇宴终于结束了中国历史上 非常混乱 非常混乱 五代十国时期 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事 对于老百姓来讲 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而且呢 此后的事实证明 赵宋一代文化贡献 也是中国历史上 绝对是趋值可数的 如果当时没有赵皇宴发动陈乔兵变 五代十国那个混乱的时代 不可能那么快就结束了 那样的话呢 我们中国老百姓 也会跟着受更多的苦 这个受更多的罪 从陈乔兵变整体过程来看呢 赵皇宴这出大戏的 政治效益非常高 第一呢 收益极大 结束了黑暗的五代十国时期 没有流血遍地 没有诛杀前朝宗室 没有耗费多少财力物力 第二呢 改朝换代的过程太快 正月初一得到消息 所有外敌入侵 正月初三 赵皇宴领兵出征 正月初四 黄袍加深回到京城 到了正月初五 已经是改元建国 几天之内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新的朝代 而且呢 他率领手下的兵马 也没有说打打杀杀 就出城开发四十里地 就这么远的小距离 回来就把天大的事给弄成了 基本就是中国历史上最短过程 这种国权转移 第三呢 陈桥兵变绝对不是简单的 以报一报 实际上也是为后来的宋代政治 走向文明化和理性化呢 开了一个先河 除了刚开始把那个韩同杀的这个武将以外 基本上这场政变就没死人 这就使得先前改朝换代 都是充满了血腥和杀戮那种城市化呢 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为什么能够达到这种相对理想的改朝换代的效果呢 那是因为赵桥兵很早就开始布局了吗 成大事者布局小节 赵桥兵显然啊 他处处在意了小节 才能呢 把这个大事做得如此顺利 一环套一环 没有出现任何差错 所以以最快的速度 结果了全力的指挥棒 这个也让我们不得不佩服 赵桥兵这个人啊 确实是做大事的人 净水流深 越是有大智慧的人 越能让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 赵桥兵的建立宋朝 那么问题就来了 他的国号为什么叫宋呢 我们下一集 接着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爱吃羊肉的开封人 北宋有什么好吃的呢 排在首位的肯定就是羊肉 上至王侯公爵 下至贩夫走卒 人人都喜欢吃羊肉 东京人 就汴梁人 开封人 他吃羊肉风气特别盛 以至于后世啊 就是认为北宋啊 这些老百姓啊 达官贵人啊 都是这个肉食 都是以羊肉为主 宋朝的有一个文学家 叫孟元老 北宋灭亡之后 他回忆北宋汴梁东京 当时的繁华的写力不输 叫什么 东京梦华路 这部书当中 就提到了东京 大小食店 到处都有羊肉的存在 而且还提到了各种吃法 比如什么白肉啊 软羊啊 入炉羊啊 什么衍生软羊面等等 有些这个字还挺怪 现在来看 其中呢 起源于汉味时期的羊羔酒 在宋朝 也是风靡一直 到了元代的这种酒 更是畅销海外 那么在东京城宣德楼前啊 这个省府街以南 有一家当时的网红店 网红店名字叫什么 叫玉仙 这家酒楼 羊羔酒 81文才能买一脚 707年的时候呢 北宋米价是150文 一斗 一斗十升啊 换算一下 也就是五升米的价格 可以买到四升的酒 而当时粮食酿的酒呢 一般是每升五十文 那么它一嚼酒 就能卖两百文 可见当时这个羊羔酒的价格呢 也是比较亲民 那北宋的羊羔酒是怎么做的呢 根据记载啊 取糯米一蛋 进七斤肥羊肉鱼其中 十四两九取 一斤杏仁 和这羊肉啊 同汤煮烂 然后把苦水去掉 留七斗净汁 再与糯米饭呢 浸泡 然后加一两个木香 纯十日之后 就是发酵十天之后啊 就能喝了 北宋当局呢 当时为了保证 国内羊肉供养 特别是开封啊 甚至专门在它这个京城啊 成立了牛羊司 这个参与这里头 京娘的呢 有一千多人 这部门专门负责 这个牧羊液 到宋森中的时候呢 这牛羊司的圈里啊 已经有三万多头 和羊这样的纯粮 但是呢 这种贡羊量啊 确实对于宋朝 包括对于京城 基本上是不能满足的 为此呢 宋朝 北宋朝廷就在南北各地 先后开辟 大片的牧场 两浙之地呢 也牧羊成丰 一些老百姓家里呢 也养羊 有的达数百之多 当然它最主要的羊的来源呢 还是从当时什么西夏地区啊 什么边境地区啊 那些地区进口 羊啊 本来在古代就是祭品 那么到了宋代呢 他就把牛的那个重要的祭品地位给取代了 因此也成为祭祀的这个太宰之首 由此可见羊啊 在两宋地位是非常高的 北宋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羊肉呢 肯定是认为人身补器 羊肉补情 你看民间消费群体越来越庞大 由此就激活了 这个包括开封室内这些市警啊 商人啊 这种对羊肉的贩售 摊点商铺 生肉熟食 无一不败 由此呢 东京便凉 街头向外 无论是酒馆 酒饰啊 这个茶店啊 店不分大小 价不拘贵贵 确实都有羊肉供应 整个便凉的市场里呢 当时肯定都充满了羊肉的香气 可见当时的开封人 他是多么的喜欢羊肉 当然了 这个中国人喜欢吃羊肉 也是一个发展过程了 我们从唐代开始就开始流行糊食 当时大伙都喜欢吃 这个当时所谓的从国外来的这个食物吧 从草原 从西亚传过来的 当时的糊食呢 你想最主要都取材这个山气十足的羊肉 这个丧城社会啊 王公巨人还特别喜欢吃什么那个 糊饼啊 骨篓子啊 这些东西 什么叫巨糊饼骨篓子啊 就是在一斤半生不熟的羊肉中间 裹上这个池椒和酥油 然后一蒸 这种流行风尚呢 经过唐代的发展 到了宋代 当时经济迅速发展啊 当时大伙都有钱啊 商品经济发达啊 消费就受到刺激 而且羊肉呢 它相对于作为重要的生产工具的牛来讲呢 就更加经济实惠 而且呢 相对它比较容易烹饪 这羊肉容易熟烂 羊肉的口感呢 它又符合宋朝人那种饮食的趣味 加上呢 当时各种人们新的这种烹饪方法的出现 比如说炒制啊 蒸制啊 腌制啊 等等等等吧 就更使了羊肉的口感是脆滑甘爽 又香浓 自然就受到了宋朝人的这个非常的喜爱 没一说中国史 说一点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下次见